因为曾经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 湖南易阳的柏金汉宫小区呢 部分楼洞被列为了中风险区域 住在这个小区的小蔡和前一天造访 他的亲友一共16个人 只能留在家中一起隔离 128平米的大房子挤着10个大人 还有6个小孩 小蔡说一开始呢是有点焦虑和担心 后来呢就慢慢适应了 还在其中发现了乐趣 他说我妈是总指挥 安排我们的生活起居 我丈夫呢是厨师长 其他人就帮忙摘菜洗菜 那最快乐的就是小孩了 每天都能一块玩耍 过年人都没这么齐 第一顿早餐吃掉了40多个包子 此后呢每一餐呢都要吃光七八个菜 在这呢要感谢志愿者 对我们一大家子的关心和帮助 也希望我们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能够感染更多的人 小蔡说的真好啊 配合防疫人人有责 这种隔离生活呢虽然有点不方便 但是在结束之后 再回想起这段经历 相信一定是特别温暖 特别难忘的 这段经历能不难忘吗 别的不说人都吃饭就像 估计当然还在这些天 就没有食欲不好的时候 请订阅一下